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摩西打发十二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 回来之后十个探子报坏消息 百姓抱怨 吵闹着要回埃及 神发烈怒 惩罚百姓 必在旷野漂流四十年 直到你们的尸首在旷野消灭 第十四章到第十五章之间 按照生命纪一章四十六节 于是你们在加底斯住了许多日子 和生命纪二章一节 此后我们转回 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 我们在西尔山绕行了许多日子 这两节经文推断 第十五章开始的时候 也许距离第十四章发生的加底斯事件 已经过去了三十九年的时间 以色列人几乎要结束旷野漂流的日子了 为何如此说呢 明书记十五章二节 你小于以色列人说 你们到了我所赐给你们居住的地 这节经文明显指出 以色列人即将进入迦南地 本章话语的对象是进入迦南地的那一代人 圣经是一本记载神的作为的书 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四十年的时间 圣经几乎只字未提 这让我想到我们的生命若是与神无关 在神的眼中就如同空白 没有意义 盼望我们从以色列人的历史 学习竭力进入神的国度 与神有关系 我们的生命才是有意义的 明书记第十五章 神重生进入迦南地之后献祭的条例 特别强调与番祭和平安祭一同献上的宿祭 以及分收之后用初熟的麦子磨成面做成饼的举祭 另外 神再次强调会众和个人误犯了罪之后的赎罪祭 以及故意犯罪不得赦免的条例 犯了安息日的人所受的处罚 和在衣服穗子上缝一根蓝锡带子 以纪念遵行耶和华一切的命令 所有的这些归结为一个中心思想 虽然以色列人背逆神被神惩罚 神仍然是他们的神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曾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 要做你们的神 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明书记十五章的经文分成五个段落 第一段 一到十六节 统献的宿祭 历位记一到五章 记载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的时候 神所定规的番祭 平安祭都只是献祭生 或者是牛 或是羊 或者是班鸠或鸽子 并不需要一桶献上素季 熄面 酒和油 但是到了迦南地 以色列人安顿下来之后 地里就会有分盛的出产 彼时 神吩咐以色列的百姓 在献番祭和平安祭的时候 要按照所献祭生的大小 同时献上相应份量的 用油条盒的细面作为素季 并且与酒一同献上 细面 表征耶稣基督 道成肉身的生命 油 表征圣灵 祭奠的酒 表征耶稣基督 完全倾倒出来的生命 因此 人在番祭 平安祭中所献的素季 提醒我们 需要有耶稣基督的生命 在我们的里面 明书记十五章 一到十六节中 新香的祭 这个词出现了五次 这提醒我们 要常常带着 耶稣基督的新香之气 格林多后书二章 十四到十五节 感谢神 常率领我们 在基督里夸圣 并借着我们 在各处显扬 那因认识基督 而有的香气 因为我们在神面前 无论在得救的人身上 或灭亡的人身上 都有基督新香之气 第十一到第十六节 神强调与寄居在 以色列人中间的外人 他们要遵守的条例 和典章都是一样的 民书记十五章十四节 若有外人和你们同居 或有人世世代代 住在你们中间 愿意将新香的伙计 献给耶和华 你们怎样办理 他也要照样办理 神是全人类的神 虽然神拣选了 以色列人作为他的子民 但是神仍然接纳 眷顾 愿意到神面前来的 其他种族的人 第二段 十七到二十一节 初熟的举计 历维纪第七章 第一次提到举计 历维纪七章三十二节 你们要从平安记中 把右腿做举计 献给祭司 而这里的举计 则是在以色列人 进入迦南地之后 要用初熟的麦子 磨面做饼 当作举计献给神 明书记十五章二十节 你们要用初熟的麦子 磨面 做饼 当举计奋献 你们举上 好像举合场的举计一样 举计的动作是往上举 举的时候 我们的眼目就会向上看 仰望神的恩典 感谢神的供应 初熟的麦子 预表耶稣基督 因他完成了人类救赎的工作 而成为献给神的初熟的果子 因着耶稣基督 我们也成为初熟的果子 雅各书一章十八节 他按自己的旨意 用真道生了我们 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 好像初熟的果子 第三段 二十二到三十一节 误犯的罪和故意犯的罪 第二十二到二十六节 讲到的是全惠众误犯的罪 羽利未及第四章 十三到二十一节所述的 献祭仪式 在纪物上略有不同 在这里 惠众误犯了罪 要以一支公牛犊作为番祭 以支公山羊作为赎罪祭 二十七到二十九节 则是个人误犯了罪 要信一支母山羊 做赎罪祭 神特别强调赎罪祭 乃是为误犯的罪 只因为人的软弱而犯的罪 并不是故意犯罪 我们常常会因软弱 而误犯了罪不是吗 从人犯罪的本性来看 我们完全无法靠着自己 遵守神的律法 因此神设立赎罪祭 让人可以通过献祭 罪得赦免 大卫常常在神的面前认自己的罪 十篇十九章十二到十三节 谁能知道自己的错事呢 愿你赦免我 隐而未宪的过错 求你拦阻仆人 不犯任意妄为的罪 不容这罪挟制我 我便完全免犯大错 约翰劝勉我们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 约翰一书一章九节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使的 是公义的 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然而故意犯的罪 却无处可赦 明书记十五章三十到三十一节 但那善感行事的 无论是本地人 是寄居的 他亵渎了耶和华 必从民中检除 因他藐视耶和华的言语 违背耶和华的命令 那人总要检除 他的罪孽要归到他身上 第四段 三十二到三十六节 违反安息日的人 神在六日之内创造天地万物 第七日 神惜了一切的工作就安息了 创世纪二章三节 神赐福给第七日 定为圣日 因为这日 神惜了他的一切创造的功 就安息了 守安息日是摩西颁布的 十节中的第四条诫名 除埃及记二十章八到十节 当纪念安息日为守圣日 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功 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 你神当守的安息日 这一日 你和你的儿女 仆毙 深处 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 无论何功都不可做 守安息日的诫命 出于神的怜悯 神希望人能在安息日 专一敬拜神 因为神生之人的罪恶本性 如若没有安息日的规定 人一定会每周七天 每天二十四小时不停地工作 没有时间来敬拜神 在除埃及记第三十五章 神又特别规定了安息日的条例 除埃及记三十五章二到三节 六日要做工 第七日乃为圣日 当乡耶和华守为安息圣日 凡这日之内做工的 必把他治死 当安息日 不可在你们一切的住处生活 明书记第十五章出现了一个案例 一个人在安息日减差 他显然是违反了安息日 不可做工的规定 虽然他还没有生活 但是减差的目的就是为了生活 摩西和亚伦 不知道该如何处置这个人 因此 他们就把他收在监里 等候神的旨意 最终 神给出了处理的方案 这个人确实是干犯了安息日 所以全会众用石头打死他 对我们现代的人来说 这有些不可思议 对吗 从这个事例 我们看到神的律法是严肃的 人必须遵守神的律法 故意犯罪的 必然遭到惩罚 另一方面 我们需要了解 神设立安息日的本意 乃是叫人将这一天分别为圣 专心敬拜神 耶稣时代的文士和法里塞人 将律法当作遗传 在摩西律法的基础上 又加上了很多条例 叫人遵守 在福音书中 耶稣与法里塞人的冲突 有多次是因为耶稣在安息日 医治病人 马可福音二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 又对他们说 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 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 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 第五段 三十七到四十一节 衣服碎字的条例 这一段圣经中 神特别叮嘱百姓 世世代代 在衣服的碎字上 打一根蓝细带子 蓝色是属天的颜色 佩戴这蓝细带子的目的是 明书记十五章 三十九到四十节 你们佩戴这碎字 好叫你们看见 就纪念遵行 耶和华一切的命令 不随从自己的心意 眼目行影邪 像你们素长一样 使你们纪念遵行 我一切的命令 成为圣洁 归于你们的神 在福音书中 耶稣指责文士和法利赛人 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五节 他们一切所做的事 都是要叫人看见 所以将佩戴的经文做宽了 衣上的穗子做长了 文士和法利赛人 空有敬虔的外表 缺乏敬虔的实质 神所喜悦的 是从心里遵守律法 从心灵和诚实敬拜神的人 总结今天的经文 神重生进入迦南地之后 当以色列人安顿下来 地里的屠产有了收成之后 以色列人的献祭条例 神希望保持与以色列人的关系 仍然做他们的神 不论是在古代的以色列 还是在现代 神都希望与他的子民 保持美好的关系 在古代是靠着献祭 在现在 则是靠着祷告 读神的话语 天天与神连接 住在耶稣基督里 让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 感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 感谢耶稣基督 在十字架上担负我们的罪 让我们得以坦然无惧 来到神的深宝座前 得连续蒙恩会 做随时的帮助 求主每天与我们同在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 阿门